家长带小朋友上学 万一有同学确诊就得停课三天 屏东县确诊师生累计破千人 其中老师73人 学生1034位 暂停实体课的有81校140班 但有孩子居隔的家长抱怨 学校公发的快筛领不到 礼拜四开始停课 然后停课之后 因为家里都一直买不到快筛剂 学校也没有通知啦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拿到这个快筛剂 而且下礼拜一又要开始上学 我觉得快筛剂本来就严重不足啊 能不能尽快再补足一些快筛剂啊 居隔完三天的学生得快筛阴性 才能回学校上课 领不到快筛怎么上学 网友上现场脸书留言抱怨 我们有些都居隔三加四完毕了 还要民众自掏腰包买快筛 孩子班上有同学确诊 学校却领不到 学生该领的快筛剂数量 要家长先自备 家里也买不到该怎么办 谢谢我们一年五班的家长 也赞助了三十份的快筛剂 是有点焦虑 让我们很担心 所以我们必须有预备的快筛剂 陆续都传出有学生确诊的中正国小 目前快筛试剂都还够发 但还是担心会有公补应求的一天 本府也预备2500剂之快筛试剂 作为因应学校需求 目前学校之需求仅已有处理 并无反应有领不到 教育处却说 目前没接到学校反应 家长领不到快筛情形 那网友抱怨哪里来 恐怕做办公室的官员 没有深入了解真实情况 记者张春华片段报道 病毒共存的话 当然必须要配套啊 所以用汪汪水神来防疫 有效能够保护您 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向下的推荐代码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